Running 今天我來這邊是希望找一些朋友來當場當測試者 但是發現其實大家新朋友來的話 都可能是先了解專輯為主 就比較少機會假裝當測試者來實際來Run那個流程 不過沒關係就是從新朋友那邊得到很多好的意見 然後非常感謝大家 那大家得到的回饋是其實不少人都講說就是會蠻有興趣參加這個對談的 然後原因是因為在網路上會比較方便可以聊一些可能平常跟身邊的朋友不方便聊的一些議題 就比如說跟身邊的朋友突然講說 你不覺得女生應該去當兵嗎 這樣可能就很尷尬 對在有些情況 但是在網路上的話在這樣的平台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去聊它 然後有得到一些建議像是 比如說我們可以在PTT上做推廣 因為PTT上以往其實蠻多論戰的 那我們說不定可以借機就在底下推文留言 然後講說可以信他們到這個平台來進一步找人聊天 那說不定會蠻不錯的 那有些Youtuber他們本身就是在討論一些知識性議題 那要是可以請他們幫忙做推廣的話 那就可以也可以信到我們這邊平台 然後我們這邊其實也有一些待解決問題要再解決 比如說未來要是有網軍的話 那我們其實有點難做判斷 那我們也需要持續累積一些好的議題 讓大家願意去做討論這樣 因為好的議題不會太過難 然後在一段時間內大家讓討論覺得有收穫 其實是稍微要選擇的 然後還有一個情況是要是雙方的領域知識 其實有所差距的話有時候不太好聊起來 比如說一邊了解得很深一邊了解得很淺 那在這種情況可能雙方討論就說不定覺得沒有收穫 所以在我們這平台上要再想辦法說如何保證他的聊天品質 還有一部分是今天在做的技術談問題 等一下如果你會講 那我順便講一下接下來目標 就是說不定我們會打算做成APP的形式 那我們這邊技術工程師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相對的話要是有人對這專案有興趣 可以幫忙做設計 UIUX的設計 可以歡迎加入 然後我們也持續需要有測試者 然後也需要對本身就想要參加這個東西 來找議題來聊聊的人 那不少成員都會參加VT1 是美洲山災中校復興在旁邊的一個地點的聚會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上SLAB 就是打VT1 然後可以來參加這個美洲固定聚會 繼續參與這個議題這樣 剛剛就多人隊已經對到一個人了 好那這邊介紹一下目前這個多人隊的頁面就在這裡 那網址我剛剛丟在General上了 所以那個就是 竟然其實也蠻單純的 也就是這邊有三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我們之後再收集 然後看看就是根據時事找一些好討論的議題 然後譬如說我這邊討論 好我覺得非常反對 然後非常贊成 然後贊成 那這時候就開始配對 那如果剛好這個時候線上有人 他那個就是 偏向跟 跟這邊是就是有 其中的差距差到2 就是說 就是譬如說非常反對跟贊成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那個 沒合起來 所以譬如說我現在故意選 好我這邊電腦選 然後結果沒合到 那我這邊選願意 然後這邊就寫 這邊就寫 對方已經同意了 然後這邊再選願意 就等於兩人都願意互相聊之後 就會沒合起來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開始討論 這邊就會顯示說 你們兩個為什麼被沒合在一起 可以看一下 是因為 欸 什麼都一樣 好有BUG 對 其實正常來講 這邊會顯示說你們是因為哪一題 因為沒合在一起的 然後 選到之後 然後再來你們就可以開始聊說 欸 為什麼要那個 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差異站 那今天花了蠻多時間 想把它做成Live Bug 因為那時候想說 做Web的話 有個確定就是 如果你當場沒合不到人的話 你可能等一等你關掉後 你就沒辦法跟人家媒合 但Live Bug 想說就是可以再聊 那個 就是遇到有那個 等到有媒合到的時候 Live就直接通知你 然後你就可以跟他聊 然後但是 今天才發現到 Live本身的限制是 你那個回覆一次 就是機器人要回覆一次 只能回覆一句話 就是回覆完後 就不能再回覆了 所以就比較難做到 就是跟機器人有那種 持續的互動 所以今天還可能會考慮 把它做成Telegram Bot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來玩玩看 以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多粉 非常素配吧 再來 還有人想要報名 生活發表 可以嗎 生活發表一次 生活發表一次 三次 好 那就 好